這是在浴裡 有一間水泥浴瓣場所發生的死亡意外 當時呢 這個地震發生 震度真的是太大了 在這個台東地區有到這個六強的情況 好 我們連線給記者黃品軒 來我們報導 品軒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在今天下午是受到強震的影響 花蓮浴裡的這一間水泥浴瓣場 現場建築物倒塌 有一名黃信工人 他當下正在拆卸集成器 卻不小心被壓傷 送醫之後還是傷重不治 但您聽一段稍早訪問 當時的巨大聲響 把附近的大家都嚇了好大一跳 而在意外發生之後 警銷人員貨報到場 將這一名黃信工人緊急送醫 原本在急救後恢復呼吸心跳 但是在轉院的過程中 又沒了生命跡象 最後因為傷勢嚴重不幸身亡 在水泥浴瓣場 還有工人的鞋子 留在現場 讓親友悲痛萬分 以上是現場最新 先把時間盡頭交還捧內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